今天我特別來是要特別救 蔡總統領導向行政團隊中央地方 所有國人同胞一起合作努力 我們疫情過去被國際肯定 現在來到進入正常生活 前的最關鍵戰役 當然因為我們已經放寬 隔離時間縮短 各方面採共同來跟病毒共存 同時來採要正常生活 要激起防疫 要穩健開放 所以確診一定會增加 但這個確診增加 還是在我們原先的預期中 緩慢的增加 並且我們也看到 我們一直希望控制 讓昏流減少衣服的負擔 這方面隨著因應各種政策 也已經看到 現在我們新的政策 又能減少衣服負擔 如果以佛院長剛才講 任何一個人到醫院 一小時內要一定要入口 作業都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要在長照 在各種地方 這些長者高齡 如果有種重症的 那油是不是可以請佛院長 這樣有哪一小時才能夠 是不是這樣 你看各地的統計數字 看看 這個油怎麼會等 還會更快 還是說有的地方更快 有的地方更慢 是不是 他們都照得不快 都像那一小時 這樣都不快 怎麼會等 是不是 他的醫療量 比較淡薄 我們要把他支援一下 讓開藥商會 拜託 畢生執行長 我們中央地方 拜託台中市政府 我們這個 可以 真的 我們這邊要做 需要的場所 通路 相關的公告 各方面 把中央地方合作 讓防疫做好 最後關鍵戰異 拜託 謝謝大家 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